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文艺演出 就像所欠集团障礁 而且是ee 现在我们下车到达了脾巢 准备进行第二转假了 走吧 来 慢慢那里 终于到达 Niekdo Schmitt 我们去了最好的鞠背 我们也看到在座位上 已经有这个节目单了 我也翻了一下 其中呢有四个篇章 第一章是《日火前行》 第二章是《勾与无所》 第三章是《激流永信》 第四章是《极寿前程》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演出 让我们一起等待演出的开始吧 随着这个演出的即将开始 然后媒体记者们也已经 架起了长枪转套 准备开始今晚的工作 我们已经当建立了 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天政党 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 奉向光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大表中国人力前的主要 就向光部队尽管自瘾 你们可以下班 我们下班 祝你们一路平 奉向光地直得宣寞 他们一起赶紧政府 往后赠西 向光致正教 演出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让我们去采访一下观众 他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感受吧 就是唱《英雄儿女》那个歌曲 大家都是跟着唱了 确实是非常地壮专 反正于是无美在于老一代的人 听他年少期那个年代的事情 确实是非常激动 今天参加强军战歌这个节目 是非常激动 然后也是深深地感受到党的召唤 因为党的招之即来来之必战 战之必胜 然后很荣幸能参加这次 建党100周年的这次活动 祝党100周年生日快乐 通过两个小时的演出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 通过歌曲舞蹈戏剧的演绎 也重温了那一段段难忘的历史瞬间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来临之际 也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